嗨,大家好,我是科幻名不满 今天呢要聊的是最后一日 嗯,其实感觉执意成再杀一次的话更符合主题 因为这是一部杀丧尸的电影 丧尸嘛,本来就是死过一次的 杀它的话就是再杀一次 电影开始的时候简单介绍了下背景 五年前丧尸病毒大爆发,无数人类变异 美国被迫用核弹移平了自己的大城市 才稍微控制了局面 其他国家就比较惨了 只能用生化武器来消灭丧尸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丧尸扩张得到遏制 但是仍然没有被根除 美国政府便组织一支作死小队专门清理丧尸 美国的电视台呢,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就让摄影师记录打丧尸的全过程 通过电视直播来赚钱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作死小队的直播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丧尸忽然冲了出来 那大黑天的黑人丧尸咬黑人队员 队友们根本反应不过来 再加上其他丧尸蜂拥而至 很快包括摄影师在内所有队员团灭 只剩队长逃了出来 他呢,嗯,姑且算是一个主角 第二天,队长被分配了一批新的队员和一个摄影师 开始了新一轮的轻角行动 行动前,摄影师特意采访了一下这批新队员 得知他们大多都是重刑犯 加入小队,只是为了争取渐心 当然,也有些小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 是来杀丧尸玩的 小队的第一个任务是轻角一处农场 这个农场主任的妹妹变异成了丧尸 但是他不忍心杀妹妹就把他圈养了起来 同时呢,还活捉了一批健康的人类 用他们来为妹妹 他见到作死小队之后还想反抗一下 但很快就被制服,人质也得救了 他的丧尸妹妹也被解决掉了 不过在这期间,有一个队员被丧尸咬伤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 队友们毫不留情地崩掉了他 作死小队经常会出现这种枪毙队友的情况 因此呢,队友间都刻意保持着距离 毕竟嘛,对熟人扣扳机实在是太难了 接着作死小队又接到新任务 得知一辆神秘集装车很可能装着丧尸 必须要调查 小队拦下这辆车之后 发现果然是满满的一大车丧尸 嗯,这个数量超载了吧 作死小队掏出18班兵器 挨个用了一遍 这才把他们给消弃干净 好在呢,没有队友受伤 不过,这位司机为什么要拉着满满一车的丧尸 到处乱跑呢 实在是太可疑了 小队VB6对司机开始了审讯 最后他扛不住压力 承认这车丧尸是要送去纽约做实验的 原来纽约是丧尸最早爆发的地区之一 后来呢,科学家们用高墙把纽约给包围了起来 在那秘密进行着丧尸实验 想造出更强的变异丧尸 甚至研究着想让丧尸自相残杀 至于他们有没有成功呢 目前仍然是个谜 作死小队的下一个任务就是 深入纽约探明真相 他们发现那里一片破败 地上都是科学家和士兵的尸体 看来当地丧尸已经失控了 果然没走多远就遭遇了第一波丧尸 小队解决到丧尸之后 发现一个队员被咬伤了身子 这位队员特别怕死 为了避免被枪决 甚至不惜开枪袭击队友 最终呢,他本人被枪决 但也有一个无辜队友被杀死了 电视台播到这里呢 还特意插入了一段 阵亡队友生前介绍的采访 这名被咬伤的队友面对采访 是静不要脸的吹牛霜 自己根本不怕死 随时愿意为了荣誉而牺牲 真是大大的讽刺 作私小队这边刚刚挺过这一波 下一波丧尸又包围了过来 这次他们所处的地形很不好 是一个狭窄的过道 前后都被堵得结结实实 眼看就要玩完了 可这时呢 头顶却突然有个陌生人打开了暗门 小队没来得及多想 就跟他躲了起来 原来这个人是丧尸实验项目的一个工人 其他人全都挂掉了 只有他运气超好 活到了现在 说着呢 他一转头就撞到了一只丧尸 结果队友解决了丧尸 他还没有受伤 看来他的运气实在是不错 接着工人准备带着大家逃走 他们登上高处才发现 这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丧尸 更糟糕的是呢 他们居然还发现了自己 大家转身逃跑 这时这位工人也用光了运气 被成全的丧尸牢牢抓住 队长只能开枪 给了他一个痛快 现在小队只剩下了三个人 分别是队长 一个女队员 以及摄像小哥 丧尸们一路追了过来 摄像小哥之前一直兢兢业业 只管录像不开枪 但是现在看到女队员被丧尸袭击 也忍不住把枪帮忙 结果引来了丧尸仇恨 自己被咬伤了 最终女队员跳窗逃了一命 而队长呢 寡不敌众 被一大群丧尸扑倒 死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开枪 打死录像小哥 避免他病疫后 不忍不轨的活着 也算是仁至于尽了 而摄像小哥死前 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拿摄像机 给了自己一个镜头 确实要是到死的话 都一次镜也没上过 也太郁闷了 故事到这里基本结束了 最后女队员回到部队 准备参与下一次行动 这里应该是为续集 所埋下的伏笔 那这部电影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内容 都是电视台的直播节目 而在极场紧张的交战之间呢 电视台还会插播广告 这些广告都很诙谐 让电影的节奏松弛有度 比如说丧尸爆发之后 美国的人口锐减 所以就有鼓励大家 多造宝宝的广告 另外呢 香烟的广告也放黑了自我 广告词是 反正呢 肺癌害死你之前 你肯定先被丧尸咬死了 这种交战片段 穿插广告的剪辑方式 和我们之前做过的 星河战队系列 不谋而合 就连男女队员一起洗澡这一点 都跟星河战队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给帮忙点个赞 欢迎关注科广粉丝 第一时间后的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